宋慧乔与荣耀男主角约会传闻 宋慧乔在他的演艺生涯中曾经卷入过不少绯闻,这一次他参演的辉煌也不例外 在28年的职业生涯中,宋慧乔因恋情绯闻的缘故被贴上了与男演员约会的女王的标签 每次参演涉及感情因素的作品时,这位著名的女明星都会在报纸上出现与男演员关系一式的绯闻报道 在参演证掀起亚洲热潮的辉煌时,宋慧乔也没有避免这一历史的重演 去年11月13日,阿南浦成焕公布了一张与前辈宋慧乔亲密拥抱的照片 如果这位演员没有加上新型标记,而宋慧乔也没有亲吻和靠在浦成焕的肩上 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从此以后,这位美丽的大明星又被牵扯进了与男演员的绯闻之中 这些绯闻很快被网友们炒作起来,留下了不断增加的评论 这两个人在约会吗?他们太般配了 姐姐是在忘记前男友后再次约会吗?这两个人已经公开恋情了吗? 然而,这只是毫无根据的猜测,浦成焕也无缘无故地被卷入了比他大四岁的前辈宋慧乔的约会传闻中 虽然两位明星都没有公开发表任何评论,但他们的粉丝非常清醒 相信浦成焕和宋慧乔只是亲密的戏友,就像是家里的姐妹一样,这种关系非常牢固 事实上,辉煌的演员们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每当他们有空的时候,就会定期聚会 即使对于背叛者宋慧乔和林志炫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牢固 这与他们在影片中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浦成焕出生于1985年,他在2008年通过电影《双花》做首次亮相 随后因参演《六龙飞天Operation》和《黑骑士》等一系列作品而为人所知 2017年3月,他所属